今集為大家介紹兩個必食菜式 第一道菜式 就是由城中著名中菜館主廚 特別為大家設計的 胡椒奶油煮龍蝦 第二道菜式就是傳統的順德名菜 極考廚師功夫的家鄉古法 讓毛骨鯪魚 今集Billy師傅帶大家來到 這間星級酒店中的中菜館 這裡多年來都獲得米芝蓮推介 以及黑珍珠一傳的美譽 而這裡的總廚陳偉傑師傅 有超過30年的傳統粵菜經驗 今次他為大家準備了 一個必食的龍蝦菜式 吃龍蝦當然要吃刺身 最重要一定要在刺身下面鋪水果 我也講究, 絕對不是罐頭 一定要鮮雜果 因為吃刺身時要點芥末 辣的時候怎麼辦 立刻把水果放進一包 多新鮮 楠楠, 你有沒有搞錯 拍了這麼多集 還要龍蝦加水果 我真的沒吃過 讓我今天帶你去師傅 嘗嘗別人怎樣做龍蝦 今天我知道你想做一個很特別的菜式給我 今天會做胡椒奶油煮龍蝦 有一點新加坡的感覺吧 對, 有一些取材新加坡的設計 融入中菜技術 對, 這個是西奧龍蝦 對, 西奧龍蝦 香港人大部分都喜歡吃南奧 為什麼你會選西奧呢 南奧比較大, 肉比較爽 比較爽的 通常人生吃的 因為我們這道菜要煮 所以我們要用正確的尺寸 西奧大概一斤 比較小的就符合我們的菜式 那先說一些材料 先聽聽, 你有甚麼 好 我們有水奶 水奶 有牛油 胡椒碎 咖喱葉 炸蒜蓉 和紫綿椒碎 以前多餐有水牛奶 那現在用水奶會不會去淡口呢 就是要去淡口 因為這個菜是用淡奶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鹹味道 因為我們是調味的 杰哥, 材料都搞定了 是 那步驟要怎樣做呢 我們先把龍蝦放上粉 然後先把牛油, 咖喱葉, 胡椒 起鍋爆香的香味 然後再把水奶放進鍋裡 將它濃縮, 做成一個汁醬 就把它收乾了 對, 把它收乾了 然後加熱調味 然後再把龍蝦放進去回鍋 再加一點炸蒜蓉 把醬汁勾出來就完成了 楠楠, 看看龍蝦 很棒 你真是吃水果 試試別人的師傅手藝 我試試 刺身加水果 包你沒吃過 你也包你沒吃過 這是什麼名堂, 師傅 好, 這個有少許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感覺 是 那你試試, 師傅 在Fusion裡面有些原材料 好, 先試試 看看味道 一口藍, 真是有表演 如果真的可以一口 這個龍蝦很棒 是 平時我們經常吃避風糖 很香辣的感覺 很野味 我覺得它那種野味之餘 它應該是否有奶油 是 它令到這件事更柔軟 更溫和 師傅特意用水奶 把牛蝦打開 所以整個龍蝦都吸收了奶味 再加一點胡椒 你會吃到一點辣 但又很溫和 沒錯 熱吃如想吃 平時的味道 都是吃炒蟹 會多吃到這種味道 我第一次吃龍蝦 但吃到這個又辣 又很酸 有一點西餐的那種汁 有些東南的風味 對, 好吃 下次不要吃水果 不要 自身的放開 師傅, 我想說龍蝦 鮮甜之餘 它的肉質很彈牙 很結實, 但很彈 很新鮮 味道很好 對 我看你也想多吃一塊 是否可以獎我 來吧 好 除了龍蝦 陳師傅還推介招牌的壽司雞 他特別選用龍江雞 因為雞味香濃 再配上柚子肉、青芒果 特別清新開胃 我們這次做是柚子青芒果 脆皮壽司雞 我們用了一些傳統的炸子雞 先炸雞 然後把炸子雞起了肉 再蓋上脆皮 然後用柚子肉 一些新鮮的青芒果 拌好材料之後 然後把脆皮蓋上去做壽司雞 吃完龍蝦 我們又要吃一個很特別的 是否吃這個 這個好像扁皮鴨一樣 這個是雞 雞? 美女 對 是手撕雞 手撕雞 不過裡面的配料 你試一試 我才會告訴你 好 我打算一口吃完所有配料 加上皮 出了名的 皮很脆 然後加上裡面的應該是柚子 然後還有手撕雞 但是有點酸酸的 還是醬汁 你應該看看 知道嗎 對 這是什麼? 筍 這是芒果 師傅很有心 我們除了剛才吃了龍蝦 還有一些東南大的感覺 他用一些泰國芒果 青芒果 你不要看它那麼生 但是它很甜 整個雞肉 就可以把甜味釣到香味 美女師傅 其實這個青芒果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要用青芒果呢 青芒果 一來它是脆 你不要以為它生就不甜 在印尼和泰國 這些青芒果 它很多時候做沙律 師傅讓我來做粵菜 讓它有一個特別的口感 還有整個芒果的香味 可以和雞混在一起 做到手撕雞 對 那就不用拌刮了 對 很適合我吃 有柚子在一起 特別開胃 有一點泰式的感覺 然後加一個很脆的雞皮 這個我沒吃過 另外,Billy師傅 還想多嘗一個和牛的菜式 陳師傅也早有準備 保證不會令大家失望 我們這次做的是 黑椒白盒澳洲和牛粒 我們特選用了一隻 澳洲的M9肉眼和牛 用了蘭州九年的白盒 把和牛煎了之後 然後我把白盒 和黑椒汁煮在一起 澳洲的M9和牛 比較嫩滑 比較淋身 比西冷更好吃 因為它更多肥膏 師傅 整個雞 我知道這是牛 這是黑椒和牛粒 配蘭州白盒 蘭州白盒有什麼特別 為何用蘭州白盒 這個差不多養殖了九年 蘭州白盒可以生吃 而且它跟日本的白盒有不同 它比較爽 日本的白盒會比較粉 對 這個是像吃洋蔥的質感 這個白盒很甜 當然要嘗嘗主角 師傅的火盒 火盒真的控制得很好 這就是M9 其實它的肥和瘦很均勻 還有牛肉味很好吃 如果煮得太熟 就不能帶出鮮味 我喜歡有一點紅紅的 有一點血水 那牛肉真的要做得這麼漂亮 火盒真的控制得很好 師傅的控制很好 而且這個醬 為什麼我可以一口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因為它入口即溶 在口中慢慢溶化 完全是不咬位的 所以我想我兩塊都可以一次過 而且相對之下 日本的和牛 就油份比較重 這個就是肉的味道 對,肉味比較濃 師傅,你的A5和牛和M9 你喜歡哪個比較多? 我當然喜歡M9 真的嗎? 你喜歡肉味比較重 肉味比較重 而且沒有那麼多油 有時候吃下去 表面上比較健康 因為很多時候 日本的和牛 你吃的時候 肥油是很重的 但很多人喜歡油香 我就是喜歡它 擠出來 但這個也好吃 這個真的有油份之餘 又咬到肉香 而且肉質也比較結實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肉味 這個好吃 好吃 好 繼續吧 好